Joe Rogan这个左派跟右派都有相当大人气的podcast主播 他给了共和党一个大礼 这次其中选举看起来很乐观 不管是川普支持的人几乎全部都上榜 然后还有很多rino都被刷下来 还是太多人真的受不了Joe Biden在做的事情了 但是Joe Rogan这次在他的节目上讲的东西 比其他所有的新闻都还要有利 就是他叫他的观众投票给共和党 我认为共和党都在学习的方式 这次得到2021年 我认为了什么的数字 但是说你认为人家里的主创 他在桌上调整理解川普通的方式 他几乎有利的保持人 以为了什么练习的方式 以为了解决的方式 他上标到电视迹 他断受了执音员 被人家里的产生了 他说我们要保护自己的保护自己的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的保护自己的保护自己的保护自己 剛剛那一段55秒的影片 比任何什麼民調啊 統計啊 哪個政治專家分析出來的東西 還要重要 比Ethan講的東西重要多了 不是因為 Joe Rogan的人氣有多旺 有多有影響力 而是因為 Joe Rogan的想法跟思路 就是絕大多數美國人的想法跟思路 像我們 AI News 算是比較極端一點的 我們支持的就是 聖經的價值觀 唯一支持 不屬於聖經的 不符合聖經的 我們就不支持 不管你是左派還是右派 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但是 Joe Rogan他的podcast 會這麼紅 接受度會這麼高的原因 就是因為 絕大多數的美國人 跟他是有相同的想法的 或者是有類似想法的 絕大多數的美國人 並不討厭社會主義 認為政府要增加稅收 來幫助窮人 這就是為什麼 Joe Rogan會這麼支持Bernie Sanders 這也是為什麼 當時全美國會這麼支持Bernie Sanders 因為美國人不懂社會主義 不懂共產主義 經過了18個月 我們有了史上最高的通貨膨脹 美國國力整體下滑 外交的軟弱 造成了各式各樣的國際戰爭 非法移民不斷侵入 我們的社會秩序 徹底崩潰的情況下 絕大多數的美國人 終於看到民主黨在做的事情 都只是為了他們自己 為了自己的權利 為了自己的荷包 來騙你的選票 美國人民看到的是 我們的國家變成了一個 極權恐怖的政權 FBI叫Facebook不要散播 Hunter Biden筆記型電腦的那個事情 然後FBI抄川普家 抄家Rudy Giuliani 全美國目前看起來有一個非常一致的目標 就是要把這些喪心病狂的左派 踢出我們的國家 踢出我們的國會 來用我們的民主 和平的把暴君消滅 但是 暴君為什麼會是暴君?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任何的底線 他們就是所有人的底線 他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他們認為他們才是民主 人民如果反對他們的話 就是反對民主 就是對民主的威脅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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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